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一些拉力的空 11点50分左右 FAST射电望远镜 4450块反射面板中的最后一块 在经过两次转接转运后 最后在望远镜底部中心 完成了固定调试 这次 补体工程呢就已经是全部完工了 当然了整个的过程 已经有上百个团队的5000多人 参与到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 现在可以看到 周边的这个云梯是已经搭好了 等到这个反射面单元靠近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爬上这个节点盘 进行最后一块反射面单元的安装 那4450块反射面单元呢 历时13年预研究 5年半建设的FAST主体工程完工 而FAST即将开启